大家好,欢迎来到云上俱乐部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 如果提前退休 也就是想在60到64岁退休 我们可以有什么福利领取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这些话题我们会涉及哪些内容 我们会涉及到CPP的特别福利 配偶金,上偶金,RRSP,还有其他 这次话题我们主要是涉及是60到64岁人士的一些福利 首先我们来到CPP的官网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提前退休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 官网上说在加拿大退休的正常年龄是65岁 但是我们也可以最早在60岁的时候开始领取退休金 那么如果我们要提前领取退休金的话 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规定的 如果我们每提前一个月 我们的这个领取的退休金的金额将会减少0.6% 也就是说一年我们就会减少7.2% 因为五年的时间五年乘7.2% 那么就是36% 这个就是CPP提前退休的一些相关规定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关CPP的另外一项特别福利 CPP可以共享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计划是怎么说的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配偶 我们可以共享配偶的退休金 那么要能够领取这种共享退休金 它是需要有资格的 首先夫妻双方至少有一个人 像CPP 那么如果是生活在魁北克的话 就应该是QPP 应该是供过款的 那么如果两个人都供款的话呢 那就是两个人的供款的 CPP的会把它平半分 也就是说把两个人的 CPP的供款的额度 然后合在一起再除50%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CPP分享的额度 就是你们要是夫妻 或者是同居伴侣 那么通常来说 一般申请这种CPP共享呢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在于减税 政府也说了 这种把CPP来的共享 都会让我们的税务方面 可以节省我们的税率 另外一个官网上提示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共享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申请 申请的方法 其实非常简单 不需要特别的提交表格 就是在CPP的那个申请表格上 他会问一个问题 你要和你的配偶 共享你的CPP吗 如果你要共享 你就打yes 如果夫妻两个人的CPP 差别比较大 有其中一个人 他的CPP比较高 因为CPP是属于taxable的income 就是要因税的 要交税的 那么如果用这种pension share 就是共享CPP的方法 那么就是可以把 CPP高的那个人的 那个份额呢 就是降低到那个 配偶的这边来 这样使家庭的税务 就可以节省一点点 下CPP的另外一项 特别的一些福利 这个呢 就是会对离婚和分居人士的 这种呢 是叫CPP的分割 就是如果您和您的配偶 或者同居伴侣 在共同生活期间 然后呢 你们的像CPP的贡款 是可以分割的 这个贡款分割的条件呢 就是结婚时间 一定要超过12个月 然后分居以后 也要超过12个月以后才可以 如果是要申请这个 CPP分割的时候呢 是要单独填写一份表格的 这个和共享呢 就不一样了 它要单独填写一个表格 叫ISP1901 好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 CPP的另外一项福利 就是CPP上偶金 符合条件 首先呢 就是您必须是和 CPP的供款者 是正式结婚的 或者呢 您和CPP的供款者 是属于合法的 同居关系 上偶的这种金额呢 它是分成两种情况的 一个呢 就是65岁以上 一个呢 就是65岁以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您是65岁 或者以上你可以领取 供款人退休金的60% 条件是如果你没有领取任何 CPP退休金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这个上偶人士 从来没有被CPP供款 那么您的配偶过时之后 您可以领取他的CPP的60% 另外一种情况 这里还没有写哈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如果您是65岁或者以上 但同时您已经领取了CPP 这时候呢 您可以把您的CPP 和配偶的CPP 就是60% 可以合并在一起 但是呢 这个合并在一起的金额 不能够超过当年CPP 最高金额 第二项 如果您的年龄是低于65岁 65岁以下都可以有这份福利 那么这种上偶者呢 他的这个领取的金额呢 也是一个特别的算法 这个算法呢 就是用这个flaterate portion 就是每一年呢 CPP都会算出一个这个 就相当于一个平均的一个额度 那么这个平均额度 然后再加上你配偶 就是供款人的那个CPP的37.5% 那么这两项合并起来呢 就是65岁以下上偶者的 CPP的特殊的金额 那么如果您是在60到64岁之间 然后呢 又想领取这个CPP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上面 我们介绍的这四种方法 去跟政府申请 现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配偶金 配偶金是加拿大政府 给60到64岁以上老人的一个福利 那么这项福利呢 是每月每个月发放的 不需要算说要上税的 的申请条件是这样的 年龄在60到64岁之间 您必须生活在加拿大 然后您的配偶或者是同居伴侣 有资格申请GIS 就是我们所说的低收入保障金 另外 你们的家庭收入要低于35136 那么如果您满足这以上四个条件 您就是有资格可以申请配偶金的 为什么要申请 因为这个配偶金啊 就是确实也是可以给我们 低收入的一些年长的一些人士 给一些特别的补贴 要什么时候去申请呢 一般通常来说是在您60岁之前的 半年到11个月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讲的是配偶金到底有多少钱呢 我们来点开这里看一下 配偶金的最高金额是 1189块7毛6 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领取这么高 如果您的收入高 那你领取的金额就相对低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上偶金 上偶金呢也是60到64岁 这个期间的长者的一项特别福利 那么上偶金的申请条件是这样的 首先您的年龄是在60到64岁 然后呢您是生活在加拿大 然后呢您的配偶已经过世了 然后在他过世的时候 然后你们你没有再婚 或者是也没有跟另外其他人在共同同居 然后您的个人的那个年收入低于25,560块钱 申请的时间 一般来说呢就是60到64岁之间 通常来说在您60岁之前的6个月到11个月 您可以提出申请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偶金的金额 那么如果您的收入非常低 您就可以领到最高额度的上偶金 那就是1418块2毛5 那么这个是最高的金额 如果您有一些收入 那么就根据您的收入的高低 收入越高 您领取的上偶金就越低 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RISB注册退休金储蓄计划 RISB呢是加拿大政府鼓励的一项储蓄计划 每一个公款到RISB的公款人 都可以将这一部分的公款免税 每年最高可以用工资的18%的金额 来公款这个RISB 这个RISB这个计划呢 虽然是为退休做准备的 但是呢我们如果是想要提前退休 我们也是可以提前去领取这个RISB的 领取的时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是有点压力了 因为他要上岁 因为我们来到加拿大移民生活和工作的时间 本来就不是很长 长的人可能30年 还有些人可能只有20年 有的人只有10年 工作的工资也不会一开始就很高 所以呢就是RISB的金额呢不能和就是本地的这些居民相比 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是把这个RISB作为提前退休的收入的一大块 因为他们如果能够在65岁之前把RISB如果能够提完的话 那么这样呢就不会影响他65岁之后来领取GIS 就是那个我们的低收入保障金了 我们60岁到64岁之间如果想要退休的话 从政府的网页上大概就介绍到这里 现在我们来对今天的话题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60到64岁能领取什么福利 CPP的特别福利配偶金上偶金RISB和其他 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CPP的特别福利 CPP特别福利我们今天提到了几个方面 一个是CPP的提前领取 一个是CPP共享 还有是CPP的分割 以及CPP的上偶金 我们来看一下CPP提前领取的相关信息 2021年最高CPP是1203.75元 那么可以适合领取的对象是在加拿大工作 并公款过CPP的人士 申请的表格的名称是ISP 1-1000 好现在我们来举个例子 如果是要想提前领取的话 对我们的CPP会发生什么影响 我们以Wendy为例子 Wendy在65岁的时候 她可以领取的CPP是1000元 那么如果她想在60岁退休 那么这时候呢 CPP将减少36% 也就是说她只能领到640块钱的CPP 如果她选择61岁退休 那么她的CPP呢 将减少28.8% 她能够领取的金额呢 就变成了712加元 如果她想在62岁的时候退休 申请CPP 那么她的CPP呢 将减少21.6% 她领取的金额将是784加元 如果Wendy想在63岁的时候退休 那么她的CPP呢 将减少14.4% 她领取的金额将是856 如果她想在64岁 提前一年退休 那么她的CPP呢 将减少7.2% 金额将是928加元 好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CPP共享 夫妻退休金评分 对象呢是 只要夫妻双方 任何一方 或者双方工作 并公款过CPP的人士 他们都可以分享退休金 我们现在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Mary的退休金呢 可能只是每个月是200块钱 Tom的退休金是1000块钱 那么如果他们申请这个 CPP共享之后呢 每个人呢就可以领取 他们两个人CPP组合的一半 也就是200块钱加1000块钱 等1200块钱 再除以2600块钱 所以呢也就是 他们两个人呢 就是各领取600块钱的CPP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那个省税的方法 如果他们想在60到64岁退休的话 他们这个也是可以申请 这个共享CPP的 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CPP的那个credit splitting 就是退休金的分割 有关礼仪夫妻的 只要是夫妻双方 一方或者双方工作过 并公款过CPP就可以 我们再以Mary和Tom来 作为例子来看 Mary和Tom共同生活5年后 他们离婚了 他们呢就可以申请 分割他们的退休金 将他们共同生活期间的 退休金评分 在共同生活的 这个5年当中 他们的退休金是一样的 这个退休金分割呢 是要专门填写一个表格的 表格的名称是ISP1901 这个表格可以在 那个括弧上都可以搜得到 下面呢我们回顾的是 CPP的上偶金 上偶金的申请对象呢 就是 就是过世的配偶 曾经公款过CPP 而且呢他们是合乎资格 也就是这个上偶者 必须是35岁以上 CPP的上偶者呢 他自己不一定是 CPP的公款者 只要是他的配偶 就是过世的那一方 是CPP的公款者就行了 就是上偶金分两种情况 65岁以下的配偶 他们能够领取的上偶金 是当年的平均额度 就是平均金额叫 Flight rate 然后再加上公款 公款人退休金的 37.5% 65岁及以上的配偶呢 将获得公款人 60%的退休金 那么如果配偶 就是上偶者 自己也有退休金的话 他将把自己的退休金 和配偶的60%的退休金 合并起来 总数不能够超过 超过当年的最高退休金 CPP上偶金是需要单独填写一份表格的 表格名称是ISP1300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配偶金 这个所谓的这个配偶金呢 它是和我们介绍的老人金 还有低收入保障金 它们是属于一个系统的福利 那么这个配偶金呢 它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才能够有资格申请 首先它是年龄在60到64岁 然后呢 它要居住在加拿大 然后配偶呢 是要有资格领取老人金和保障金 家庭收入要低于35136 2021年呢 最高就是配偶金的最高金额 是1189.76 每个人领取的金额 和家庭收入有关 家庭收入越高金额就越低 收入越高越低金额就越高 和配偶金相关的就是上偶金 上偶金呢 因为是单身人士 所以呢 它的金额的额度呢 会相对高一点点 然后对个人的收入的要求呢 也和配偶金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资格 年龄在60到64岁 居住在加拿大 配偶已经过市 家庭收入要低于25560元 2021年 上偶金最高金额是1418.25加元 每个人领取的金额和个人收入有关 收入越高金额就越低 收入越低金额越高 另外我们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 RISB RISB呢 是注册退休金计划 那么我们在60到64岁 是可以提前领取RISB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提前领取的时候呢 是要交税的 在这个税呢 是在你领取的时候 它就政府就直接先扣除了 然后呢 在每年年度报税的时候 在中火评估再做调整 那么我们领取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它的税率的情况 如果我们领取的RISB 低于5000加元 它将扣除10% 那也就是说 你要扣除500加元 您只能领取4500加元 如果您要领取 5001块到15000加币的RISB 那么政府直接扣除20% 如果您领取的RISB 超过15000加币 那么政府直接就扣除了 30%作为您的税率 黑体制部分是在 生活在魁省的人 另外呢 就是60到64岁之间的人 是如果想要提前退休的话呢 也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比方说您可以从您的TFSA 就是免税账户里面 提出一些钱来 支持您的日常生活 还有呢 就是比方说 你的公司 可能会有一些pension给你 那么您也可以申请领取 这些pension 因为这些呢 正属于比较个人的一些资讯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多介绍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对今天介绍的内容 有任何问题 请在留言处留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点赞和推广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